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eky 這次我們來介紹比較特別的東西 它是一個零食 那這個是日本的一些零食 那它的販賣方式其實我個人覺得蠻特別的 它就是有分豪華版跟一般版 好像跟玩具一樣 那裡面附的零食的數量有差異 那我覺得價格還好 一個是699,一個是499 那它是從日本直送的一些零食 然後是免運費的 好,所以基本上你訂了之後就拿到這一盒的 的一個零食盒 然後裡面就是日本挑選的零食 那這次我所拿到的是Halloween 也就是萬聖節的版本 所以裡面就是一些 其實跟萬聖節比較有相關的一些零食 接下來我們來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好,所以這應該算我第一個拍的零食開箱吧 而且還是日本的零食 好,那我們把它打開 裡面呢 還有附上一封信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好,我是練將 非常開心與你相遇 對於這次初次購買的練粉 我們都會附上一封情書 所以下次購買就不會附情書的意思吧 好,我不曉得啦 好 對於為了對你 表示感謝跟謝謝你購買練之盒 練之盒是在日本各地精心挑選的零食 希望日本零食無時差 讓你可以品嘗到練之盒的好之味 為了讓更多朋友知道練之盒 希望能介紹 藉由你的推動 然後介紹給親朋好友 感謝你 以期待與美好的卸購 好 OK 那裡面的零食呢 因為這次的零食跟萬聖節有關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 有 還蠻特別的零食的內容 那這個 等一下要打開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猜應該是軟糖吧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就是棒棒糖 只是就是萬聖節嘛 所以你看有眼球的棒棒糖 有手指的棒棒糖 牙齒 然後鼻子的棒棒糖 好,這等一下一樣打開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呢就是 一樣都是一堆糖果 那我們家剛好有小孩 他 就是可以很開心的吃到很多糖果 好,然後再來呢 一樣是花朵的棒棒糖 那 這個 我就不敢嘗試啦 因為上面寫最強辛辣 好,本人不吃辣 這個是我在這一盒零食裡面 比較不敢嘗試的 好,不過等一下 偷偷吃一小口看看 然後這個就是 好,披薩口味的 萬聖節限定 你可以看到 也是還蠻特別的一個零食包裝喔 然後再來 一樣 因為我看不懂日文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 對我來講他看起來就是 像乖乖吧 然後 這是 咖哩吧 我猜 好,所以這應該是咖哩口味的 好,然後有一個小玩具 好,因為給小孩的嘛 萬聖節總要有小玩具 這小玩具就 再嘗試就沒有什麼問題喔 然後那個 史努比的 的那個 棉花糖 那每個零食上面都會有 賞味日期 好,所以 基本上他是你預訂之後大概 一周會到 所以呢 上面挑選的零食基本上都是 當季或是新鮮的 不會有過期的零食 大家就可以 可以放心喔 那我們 來看一下先開什麼吧 好,人生就是要不斷的挑戰喔 所以我從我最不敢吃的先試吧 好,就是 辣味包的零食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裡面就是 有點像 圓圈圈的乖乖 然後 聞起來呢 像五香口味的 那我吃一個啦 陶氏辣的沒有錯 而且蠻辣的 但 在我不吃辣的人來講 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 就是吃進去之後你會覺得很辣 那 那但是 還不錯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已經快講不出話了 好,所以先讓我喝杯水 回來再繼續介紹 好,這個辣呢 讓我有點驚訝 雖然我本來不吃辣 好,那 他剛吃進去的時候覺得沒那麼辣 然後 差不多過了30秒之後 就會在口中發酵 你就開始覺得很辣 我只吃了一個之後 我就覺得 辣到不行 我應該最後再吃他的 好,所以呢 我就不會再想吃第二個了 好,不過喜歡吃辣的人 他應該是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那個 口糧 因為我覺得 吃起來特別 就是還蠻爽口的 但是就是辣 好,再來呢 來開這個比較特別 那糖果就不吃了啦 只是 知道說他是糖果 然後他是萬聖節的 口味的糖果 然後讓大家知道一下就是 他是什麼東西的 糖果 然後我把它打開 這包的還蠻緊的 我還真的 打不開,讓我拿一下剪刀吧 好,可見的是 原裝的喔 好,打開之後呢 裡面就是我說的 附了一個 眼球的糖果 然後 牙齒的糖果 然後 手指的糖果 跟鼻子 然後 直接拿來紋 聞不太出味道 然後這糖果呢 我個人不太喜歡吃棒棒糖 尤其是上人年紀的人 好,所以這個棒棒糖 我就不嘗試給大家看 然後這也是棒棒糖 所以 裡面呢有 這幾個都是棒棒糖口味 然後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 由於我也看不懂 所以 我們就吃吃看吧 所以我就把它打開 好,裡面呢 呃 有點像 可樂片 的那種 味道 可樂糖的味道 然後背面這邊是印章 但 他不能 這邊有寫蓋印章啊 好了 他蓋印章不知道是什麼玩法 用口水舔一舔再蓋在上面 這 我試試看喔 他沒有寫喔 那聞起來是可樂的味道 所以這個我可以放心的吃 好,真的可以蓋 這 蛤 蠻神奇的耶 我亂拆了 就是口水舔一下之後 蓋上去 他上面真的 會有印章 那意思說我吃上去 肚子裡面不是都是 顏料 不過他應該是實用原料啦 那 這 我個人覺得挺好玩的 你可以看到 好,那我就不每個都舔了 畢竟 我要給我家小孩吃喔 每個都舔 感覺怪怪不太衛生 好,那當然我可以沾水啦 所以他有 各式各樣的 印章圖案 那裡面呢 總共有 四個 好,然後 有紫色的 然後有藍色的 然後 有粉紅色 跟我剛才蓋的 也是紫色的 好,所以可樂口味 好,舔一下之後可以蓋一張 好,這 很有創意的零食喔 好,剛才應該用水就好了 舔一下感覺怪怪的 好,那這邊介紹完的零食之後呢 我們把它移到旁邊來 再來就是這一包應該是 咖哩口味啦 我猜啦 好,那 我們來試一下 咖哩口味的乖乖 不是乖乖的 不知道是什麼 好的,咖哩口味應該還不至於是 非常辣 至少不會像那個地獄之辣 好,那 蠻好吃的耶 結果我以為它是咖哩口味,結果不是耶 吃起來像玉米濃湯口味 所以它應該是玉米濃湯的口味 這應該是玉米濃湯 所以它是玉米濃湯的 像乖乖的感覺 吃起來就是 有點五香乖乖 可是有非常 濃的玉米濃湯的味道 好,這個還蠻特別的 忍不住再吃一點 好 然後 棉花糖我就不吃了 因為棉花糖這個 超髒也有賣 好,所以這個算是裡面比較不特別的 的一個 一個糖 一個零食 好,那這個 基本上是小孩玩的吧 就是彈蕩豬的 好 那 例如誰先吃了 吃完那包辣的 我就把這個送給他之類的東西 好,然後這個是什麼呢 披薩口味的 我看不出來是什麼 所以打開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 進照一下 你可以看到 萬聖節限定 然後 杯子疊疊的是什麼 好,看不懂 我們就把它打開吧 然後告訴你 不可以放到微波拉 好,就是這個 應該不會有人把它放到微波吧 好,打開就是一根一根的 棒子 所以就跟外面這個圖一樣 我本來以為他有沾醬 那實際上是沒有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開巧克力都會有沾醬 然後 這個還蠻特別的 好,你可以看到 這個原封的這個蓋子 好 然後再來吃吃看 這個應該是 類似培根口味的披薩吧 嗯 說不出什麼感覺 沒什麼味道 就 披薩餅皮的味道 我也沒有吃到培根 好 反正吃起來就披薩餅皮的味道 然後味道淡淡的 然後 就是不會 吃起來不會太油膩的感覺 好,那這大概就是 這次的萬聖節包的 這糖果 欸,還有這一個 這個應該就是軟糖了 這 打開看一下 那這軟糖應該就是一長條的那種 有點像 口香糖 但他實際上是軟糖 然後上面會有糖粉的那種 好,打開之後聞到很香的味道 聞起來是 是圖片是葡萄啦 好,然後打開 之後呢 顏色並不是葡萄的顏色 但 聞起來是葡萄的口味沒有錯 然後 還蠻硬的 打一點來試吃 試吃看看 好,這 這基本上就是 大家應該有嘗試過這種糖果 還蠻好吃的 就蠻有嚼勁 QQ的 然後就是 非常Q的軟糖 好,那這大概就是這一次的 萬聖節包的 這些糖果 那裡面 我覺得最新奇特別的還是這個 可以蓋硬張的糖果 那就是 好玩又好吃 只是 小朋友會玩得 就是 會捨不得吃一直在那邊蓋來蓋去 到最後糖果就弄到手黏黏的 好,那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的 新品介紹 那有興趣的朋友一定要試那個 超辣包的這個 尤其是喜歡吃辣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上面是最強新辣 真的是我目前吃過還蠻辣的一個 餅乾類的 因為 餅乾類其實有一些是辣味的 那辣味讓你吃起來就是覺得辣 可是不會像這個 辣到不行 好,那也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 特別的開箱 那如果你對購買這個零食 有興趣 網址呢 其實我一開始就有附了 那我也會附在底下的連結 大家可以直接點之後就可以去購買 好,那謝謝大家的觀賞 這次零食的大人玩具開箱